中國大陸呢 在很多領域是彎道或換道超車 那尤其是中國大陸製造業真的很強 習近平主席呢 在這次兩會的時候呢 特別提到了 新直生產力 那其實他說 我們又不是要放棄傳統產業 傳統產業也很重要 但是我們要防止泡沫化 而且呢 這個新直生產力你要怎麼樣呢 根據本地產業的基礎啦 科研條件等等 促進產業高端化 智慧化跟綠色化等等 那他跟呢 這個江蘇代表團 有進行相關討論 然後呢他也特別提到說 科技創新為引領 推進傳統產業升級 所以傳統產業也很重要要升級 但重點是新直的生產力 好那TCL我們都知道他的電視很強 李東升他這次有參加兩會 他就特別提到說 中國大陸高清的顯示器 真的很有競爭力啦 但是因為呢 現在開機率低嘛 我們必須要想想辦法 但全世界都是如此 所以呢也要好好想想說 這個電視還能做出什麼樣的一個 新的玩意兒 再引領全世界風潮 我們說為什麼你沒有改變的話 你真的會被市場給淘汰 蘋果跟Tesda就是最好的例子 譬如說來看到 這張圖表也很有意思 到2024年的時候呢 你看呢 中國大陸的市場 華為增加了64% 然後呢來看到的是榮耀2% 再下來這個是什麼 Apple Apple是-24% 所以呢在中國大陸被華為遙遙領先了 對我想華為這次這個等於逆襲啊 是非常成功的 尤其現在中國市場啊 把這個過去丟掉的市場份額 完全抓回來了 而且是勢如破竹 遙遙領先 那你知道中國市場 對於世界的手機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關鍵的一個市場 誰在中國市場 能夠佔首一席之地 那麼它這個公司就可以佔有很大的這種 市場營收的這個效能啊 那所以就是說其實蘋果 現在在美國並沒有這麼大幅的萎縮 對 在歐洲也沒有這麼大 在台灣也沒有啊 因為沒有辦法用華為手機 沒有啊 它在中國大陸疊得非常厲害啊 最主要就是說有更好的產品 那麼把它這個市場原來的份額把它搶走了 那這個在中國市場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很客觀來講 我也看了這個Mate 60 Pro 那我覺得今天華為能夠把蘋果 把它剩 就是說剩出蘋果的話 我覺得不是靠這個消費者的愛國主義 不只是民族自信而已 沒有這樣 不只是這個 我覺得主要還是品質 我覺得還是品質 創新 對 這支手機真的很多功能 我自己有一支嘛 對啊 我比較之下 真的比蘋果是先進很多 我光一點我自己用的 我用我自己用的這個經驗 我每次有的時候 我在不同的光線底下 在看手機的時候 那個華為的這個 這個螢幕的光度是自動在調整的 你知道 蘋果有這個功能 蘋果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調那個它的光亮度 就是說你在比較暗的時候 你把這個手機亮度亮起來 不太傷眼 對 對 那可是華為是自動的 哦 華為是自動的 這一點我覺得 這它很貼心耶 非常貼心 有的時候 我晚上在床上有的時候 這個開小燈看 看手機的時候 那個華為的燈 你華為的手機 你就覺得它看起來很舒服 不自然 如果你如果看蘋果的話 你不把它調按的話 很亮 很亮 所以它這個自動 隨著光 這個外環節的光線的變化 這一點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對不對 然後華為手機很多聲控的部分 小異小異什麼 還可以聊天 這都是蘋果手機沒有的 然後它的充電 電池的續航力 都遠超過 蘋果系列 蘋果系統的電 我的手機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充電的時候 會有過熱的問題 對 過熱的問題 那這些部分華為都好像沒有 所以就是說 華為倒不是靠這種 所謂民主主義 或者國家保護 那麼在中國 那我想它如果進入美國市場的話 它照樣可以擊敗 擊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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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它是靠品質的 只是現在美國進華為 對不對 美國進華為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 我覺得蘋果是美國政府 政策下的一個受害者 為什麼 美國對它保護 美國會讓蘋果忘記了 在市場上 你是要靠品質競爭 而不是靠你的國力競爭 對 國家可以幫你掃除對手 可是有些掃不掉的對手的話 那就要讓對手更強 那你自己本身一靠國家 你就不靠自己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蘋果手機 就跟美國很多產業 事實上競爭靠美國政府 靠美元 靠美軍 靠美國的這個 媒語 靠美國霸權的 這些的話 它今天走到今天的話 真的要如果說真正要反省的話 事實上的話 那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 短期幫助了它 長期是害了它 那你像蘋果這個公司 事實上是一個某種程度上來 我覺得是一個自滿 而不知再進取的公司 十年前就已經花下來口要做汽車 居然搞了十年 最後放棄 這是什麼公司啊 對不對 你都知道你這個公司 你如果不能夠走向轉型 走向將來的電動汽車 智能駕駛汽車 把你的手機跟智能汽車 跟汽車變成一體的話 對不對 那你就沒有未來 那可是問題就 蘋果它還是選擇沒有未來 那事實上 它當時宣布停產 這個停止製造電動車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股票股價上來 還上漲 可是問題 這個是股票市場的現實性 它發覺你丟掉 丟掉一個你可能會賠錢的東西 讓我股票不會受損 可是這個公司整體 給人家的信心就下降了 然後它的銷售也沒有進步情況下 股票就是一直跌 已經快要在170這個關口 有人一直會預測 它會跌到去年的165塊 這個最低點 所以現在都在看 巴菲特也是在賣 對啊 所以一個公司事實上的話 等於只能靠怎麼樣 要自己自強不息 它如果不能夠自強 不斷地突破的話 幾個重要的關口 它做錯了選擇之後 這公司就沒有了 沒錯 我常常在講 我應該是80年代吧 80年代我去美國 去芝加哥 那個時候美國的電信業的龍頭 是AT&T 你現在再問問看誰知道AT&T 對啊 我以前唸的傳播學 也是要提AT&T 現在你跑到哪裡去 你現在跟美國的小朋友講 沒聽過 真的 還有一個公司 我們也快忘記叫Motorola 對 它沒有出手機了 當時也不得了 折疊機很厲害 結果Motorola現在在哪裡 而今安在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隨著科技的進展 市場產業的變化 這麼快速 一個公司一兩個決定 就會決定它好 不是興衰 而是能夠興亡 沒錯 它可能就這個公司就好 就退出市場 現在蘋果是很危險 雖然它的市值還是很大 對 但是它已經掉漆了 已經掉漆了 而且它說它要搞AI手機 說了半天在哪裡 真的 那中國的Vivo已經在做了 對 對不對 已經在 已經在 已經在推出有關AI的手機了 那所以就是說有時候 說多不如 說一詞 說一帳不如行一詞 對那蘋果現在的問題 我覺得 我認為很嚴重 對 這跟美國的形勢也有點像 做一點點 但是卻能吹捧成好像很厲害 那因為美國以前靠的 美軍美羽 這個美國的霸權 也許你會還會有 營造那種高規格感 但現在已經不是如此了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還包括了它的股價 從今年下來 產衰12% 到3月5號的時候 美股來到170.12美元 就是大使說的 可能要跌到去年的 最低水準嗎 博客下來看到 持有大概5.9%的蘋果股票 是它的最大股東 其實是第二名 那會不會持續讓它拋售 也引發關注 蘋果面臨好多挑戰 都沒有AI的策略 而且它在中國大陸市場 也銷售減緩 所以之前才會 10年前就說 我們必須要來造車 因為造車成 它的下一個 這個盈利的地方 可能是造車 那你看一下大使說的 已經 已經宣布失敗了 另外還有包括是歐盟 現在也罰了它 那20億美元的罰款 因為App Store 說濫用主導地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說 美國現在還在不斷唱衰蘋果 它還成為獲利第二高的 做空股票 還做空它反而賺錢 對 所以市場是很限時 對不對 你的營銷不好 你的產品被別人超越 那就是說你如果沒有一個 一個等於說就是說 反敗為勝的方略的話 你這個公司就是慢慢走下坡 對 就是慢慢走下坡 我覺得中國的手機 事實上 你可以用美國的力量打華為 可是問題就是說 小米你打不住啊 你也不能打 因為小米用了很多美國的 美國的高科技的晶片產品 他們的這個試占量 你美國再打小米的話 美國產品賣給誰啊 對不對 而且這些不管小米 不管是Vivo還是OPPO 他們還是用這個Andro System 對 沒錯 它有一天它換一個System的話 你美國靠你這種所謂的平台 來賺錢的這個商機又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市場還是實力 那如果說我覺得美國把華為打下去了 那可是在國際市場上 你可能蘋果面臨的競爭 不是只有三星 可能又有中國的品牌 可能這些人是小米 可能是好Vivo 那麼他們現在在歐美的市場 甚至在美國的市場 它都在很快速的攻城掠地 那都是過去像小米是比較做比較平價的手 現在它的旗艦手機也非常 非常非常華華 小米14 Ultra也很貴 對啊 14 Ultra也很厲害 然後 歐洲也賣翻了 對啊 然後它的鏡頭都是 都是萊卡的 對啊 都是用萊卡的鏡頭 非常清楚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不進則退 不進則退 然後你 像我們現在螢幕上 好像要折疊手機 對 蘋果哪有 蘋果倒還沒有在做 是啊 蘋果在中國大陸 今年好像這個 這個所謂折疊手機的 銷售量預估是2000萬多 2000多萬支臺 華為已經 很喜歡折疊手機 因為有用過人是很喜歡 對 我偷偷告訴你 亮哥也去買了 對啊 因為事實上 你就不需要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它幾乎 其實就是說 miniPad 差不多的大小 然後它折起來又很好攜帶 是 對 那大陸的那個 那個華為平板手機 它是三屏幕的 對 它折疊 可是那個外面 它還有一個屏幕 你平常可以用半個 用外面 你打開它就自動轉到 你這個內部的 裡面的 折疊屏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產品的多元性來講 我覺得過去 這種被這些歐美的公司 他們所主導的 所謂的新產品推出的速度 比如說是兩年或三年 因為它一支手機 它要先賣賺完 這個市場的利潤賺完 所以它有新的東西 它扣在那邊 它不用 等到把這個 因為你新的東西 你馬上你把舊東西 自己的市場把它打掉 所以它的舊的東西 它還要在市場上繼續賣 因為那個只是 開發的費用 就是等於說這個折舊費 機器台折舊費的 不斷的在折舊 所以它的利潤是越來越大 它不是利潤遞減 它利潤越大 生產越多越到後面 利潤越大 所以他們就延後 新機種的這個推出 可是這種方式 我覺得這個模式 已經被中國的手機 中國的汽車都打破了 打破也就是說 我有新的東西 我今年三月推一支 我六月又推一支新的 讓你目不暇擠 譬如說你這個折疊手機 我們去年還在講一支 X5 對X5 那個內置手機 今年又推出一支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種新產品推出的速率 我覺得中國的製造業者 已創造出一種新模式 就是積海快速推出 而且不斷的 新產品不斷的 新科技不斷的 能夠在最快速度上 搶佔第一時間 成為成品進入市場 這個打法 我覺得是一個新打法 我覺得這個打法 銳不可當 那麼會讓整個過去 被這些歐美廠商 主導的這種戰術戰略 那麼造成極大的威脅 那最後什麼來決定 就是銷售量 市場來決定 如果中國的廠商 用這種方法是佔優勢的話 那麼過去 歐美廠商那種方式 就不行 那他們就要不斷的推出 設計新的產品 不斷打新的模具 不斷找新的廠商幫他代工 這個來講的話 我認為 就成本方面 他們不是中國產品的對手 不是中國產品的對手 中國的整個這個 整個供給鏈是很完整的 整個效率配合又是很完整 你比如說我們就汽車來講的話 比亞迪他全部是完全產業鏈 他連電子產品都自己在做的 他電動車的電子產品 晶片他都自己做 對不對 他現在連運輸 他的滾裝貨輪也出來一系列 所以他的那個調整 那個新產品的那個推出的方法 就比別人佔很大優勢 那你要像蘋果這種產品 他要快速的推出新產品的話 他那個整個產業鏈拉那麼遠 跟印度人要溝通一下 他要跟要到各處他的這個 供應的供應鏈的這麼大塊 都要供應 那是比較不容易 那中國我覺得佔優勢 嗯 是 所以呢中國大陸 第一個呢 它是一個全世界最強的製造業 然後呢 而且產業鏈分工又很細 所以呢人才又幾幾 所以來看到 你去打壓中國大陸不會成功 尤其來看到 美國現在怎麼樣 又有議員提案呢 要求自己的跳動 在165天內要剝離TikTok 那呢來看到TikTok就說 這真的會怎麼樣 践踏1.7億美國人 第一修捐案的權利 我想問一下 大使你怎麼看 又要打壓TikTok 我覺得這個東西 基本上這個法案 就是說基本上是提出來了 我想這個過程中 會有很多的 還有很多的辯論 會還不見得真正會落實 這是極端反華的一群人 提出來的 就是說蓋拉格 對 那我覺得這個後面還會有變數 我們繼續看 那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TikTok在美國應用非常廣 尤其都是年輕人 都是年輕人 而且我們知道拜登最近也開了賬戶 他為了搶年輕人的票 他繼續開TikTok 然後他的官員又在那邊講 這些有TikTok不想要用等等的 禁止他在這個政府單位用TikTok 對 我覺得美國人就是很現實 對 很現實 那會比較短視 不過我覺得這個法案 他還會有變數 不過我覺得他們基本上 對中國的產品 有競爭力產品的敵視 而且毫不吝嗇的用保護主義 赤裸裸的保護主義 來打壓中國產品 我跟你講這種作為 照他們自己的經濟理論的 這些經濟學大師來講 最後受傷的是美國 也就是你採取保護主義 到最後是你自己是受傷 你開取自由貿易的話 這種讓你的市場 是一種自由競爭 第一個你的經濟 這個所謂資源的運用 是最高的效率 減少很多浪費 那重複投資 浪費投資 另外你永遠有最新的市場 在你產品在你市場競爭 對你國內廠商也是好的 對 那你不要認為自己永遠 都是可以關起門來做皇帝的 關起門來做皇帝都做不了 那所以其實美國的這個 從這個英美的 從什麼李家圖 到這個凱因斯 哪一個不是講的是自由競爭 開放貿易 你現在美國走這條路 就是你去回去看 看他們這些經濟學的宗師 講的 他們要支持俄國 支持俄國 那就中國來講的話 美國也不過是世界市場的一個 對不對 三億人口 你這邊堵住了中國市場 在整個東南亞大放異財 對不對 中國汽車進來 那你今天堵住 美國的電動車市場 中國電動車市場 結果美國計程跑到智利去看 都在買中國電動車 跑到一看中國電動車 原來在去年 對不對 在赫羅斯市場大放異彩 在墨西哥 第二大出口 英國 對不對 泰國 這都是你美國沒想像到的 為什麼呢 就世界市場多得很 不是只有你美國 不是你美國 那前一陣子 這個比亞迪的 美洲的這個執行長 因為女士接受 雅虎的那個訪問的時候 他講得非常精彩 那篇講的 那個雅虎的那個 美洲 不是 比亞迪的 美洲的CEO 真的講的 而且他還給美國人上一課 他說 永遠不要忘記未來 你忘記去思考未來 跟想像未來的時候 就是你今天的失敗的開始 那這句話 真的也是可以 來看到很大的一個省思 包括了蘋果 包括了Tesla 你沒有告訴我們 未來是什麼 我們看不到你未來的憧憬 我們為什麼要買你的產品呢 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T nên依靠我的建築 情藏 中文委員會 jen слишком積累 消防 content 護理